你觉得留守儿童可怜吗 男孩的父母留下了一些吃的 随后便出门乘坐大巴离开了家 伤心意觉的男孩追在大巴身后 可是无论如何哭喊都换不回自己的父母 男孩看着眼前的大巴渐渐远离 一种无力感顿时涌上心头 回到家后的男孩郁郁寡欢 他不知道什么是留守儿童 他只明白自己是被父母给抛弃了 好在家里还有病重在床的爷爷 以及一只小狗可以陪伴他 狗狗是男孩在村子里捡到的流浪狗 小狗狗你怎么了 你的妈妈呢 看来你和我一样也没有爸爸妈妈了 那以后你就跟我在一起好吗 从那以后狗狗便和男孩吸引不离 男孩给小狗取名小豆 每天天安不亮的时候 男孩就要起床给爷爷做饭 打扫家里的卫生 以及打理地里的农作物 男孩干活的时候 小豆都会陪在身边 就连去上学 两个小家伙也是吸引不离 因为家务活太多 男孩上课经常迟到 好在老师知道男孩家里的情况 并没有为难他 让他回了座位 男孩上课的时候 小豆总会乖乖地坐在教室外面 等男孩放学时一起回家 没有父母的陪伴 两个同病相邻的小家伙 成为了彼此之间唯一的挚友 每天晚上入睡前 男孩都会念书给小豆听 有一次 男孩念到一个光阴妈妈的故事 思念父母的他 顿时忍不住哭了起来 小豆 你说妈妈 他是不是已经不记得我了 狗狗咕咕咕察觉到了 男孩伤心的情绪 便主动靠近安慰起自己的主人 当晚 男孩搂着狗头 荒荒沉沉地睡了过去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 男孩原本以为 能和小豆一直生活下去 没想到家里却传来噩耗 重病的爷爷身体越来越差 似乎已经时日不多了 爷爷 你不要走 我和小豆不能没有你啊 很快 重病的消息传到了男孩父母那里 他们急急急地赶回了家里 再次见到父母的男孩 喜极而泣 爸 妈 你们终于回来了 求求你们快救救爷爷吧 别着急 瓦咖 有爸爸妈妈在 乖 你先去写作业吧 就这样 男孩的父母带爷爷去了医院 然而噩耗却没有结束 男孩的爷爷 最终因为病情过重去世了 爷爷 都怪我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瓦咖 你跟爸爸妈妈去城里生活吧 听到以后能和父母一起生活 男孩心里自然是无比欢喜 最后便回家收拾起了行李 然而当男孩抱着狗狗想一起上车时 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阿咖 车上不能带狗 狗就留下吧 听到这话 男孩愣住了 爸 小栋是我唯一的朋友 求求你了 让我带他走吧 不行 车上规定了不让带狗 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快走吧 小栋 爸 你放我下来 我不能扔下小栋啊 很快 车便缓缓地开走了 狗狗不知道为什么主人会离开 他只能紧紧地追逐着汽车 直到再也看不见车的背影 自从和狗狗分别之后 男孩每天都辗转反侧 甚至还求自己的父母 让自己回乡下 爸爸 小栋自己在家 我不放心 求求你 让我回去吧 不行 我们好不容易给你找好了学校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城里上去 被父母拘于的男孩 并没有放弃希望 他趁着每天上下学的空闲时间 在大街上捡废品 即便一天只能赚几毛钱 他也发誓 要攒出车票 回去找小栋 而此时此刻的小栋 依旧是无助地守在家门口 等男孩回家 再次成为流浪狗的他 没有了人类的庇护 时不时还会遭到村里 其他狗狗的欺负 饿了只能翻点垃圾桶里的食物残渣 累了就在家门口呼呼大睡 坐着和主人一起玩耍的美梦 就这样 一个月过去了 男孩终于攒够了车票钱 那一天 男孩矿客踏上了回乡下的路 当他再次回到家门口时 看到了已经饿得受骨灵循的小栋 小栋 小栋 我回来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狗狗突然惊醒 发现不是做梦好 兴奋地扑下了男孩 对不起小栋 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你分开了 这当男孩和狗狗 因为再次相见而高兴时 男孩的父母却突然出现 臭小子 我说你怎么突然旷客 居然自己偷偷跑了回来 爸 妈 你们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赶紧跟我回去 我不 我就要待在乡下 臭小子 你爸妈还比不过一条狗是吧 你们懂什么 从小你们就不在家 那些年陪我长大的是小栋 不是你们 男孩的父母听完之后愣住了 孩子他爸 马克说的对 这么多年 是我们亏欠了孩子 都怪我们忙着打工挣钱 孩子 爸爸同意你把小栋接回家 以后就让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真的吗 爸爸妈妈 小栋 你听到了没 我们以后 可以一直在一起了